各位花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青苹果花草园来看花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一颗蝴蝶蓝 看上去像一幅水墨画 它的颜色非常与众不同 它是一种紫色的淡的紫色 带上一点点粉红 应该说它从远处看上去 有一点像雪青色 雪青色带一点淡淡的粉红 这样混合出来的颜色特别漂亮 很浪漫的多看一眼心都画了 它买来的时候有两个花杆 两个花杆都很健壮 两个花杆上又长了新的小的花杆 这几天呢有一点 有两个很小的花苞呢 黄掉了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它需要适应环境吧 适应新的环境 它是要付出一点点代价的 也属于很正常的事情 这盆花呢 它的长势非常好 这盆花它原先的养护方法也非常独特 它是用它的戒指是树皮 这个套盆很漂亮 磨砂的瓷器的套盆 它里面的小塑料盆呢就更好了 是一种硬素的 硬素的然后呢 底下有这个 它这个底下很专业 盆底看一下 非常专业 它有很好的透水性 所以这盆花 它的根在买的时候就非常好 现在也很好 就是说它需要浇水 稍微频繁一些 因为木屑很容易干掉 这里有一个它的小牌子 小牌子上介绍 The Art of Orchids 这个是它的品牌 这儿 你看 Color Emotion Life 看来卖花的人是很了解 喜欢花的人的特点 都是喜欢颜色 情感丰富 而且比较注重生活质量吧 我想它这样的一个小广光牌 一定是这个意思吧 这盆花 是我买的非常满意的一盆花 目前它的状况 哪里都不错 我想它的花期也会很长 买来的时候 它一共只有四五朵花开 现在已经开了有 有十几朵了 十几朵了 很多了 左边和右边都有六朵七朵 左边六朵 右边有七朵 而且眼看着它 这些长大的花苞 一个一个都要盛开 所以虽然有一两个花苞 黄掉了 雅掉了 我并不气馁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 因为从它的叶子 以及它的根来看 它的状况非常好 很高兴拥有了这样一盘蝴蝶兰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花呢 给我的花点个赞 如果你希望经常看到我的视频呢 就登录YouTube 在视频的右下角 那个红色的subscribe 那个字上面 点一下 就可以订阅我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